在陈词的这一分钟里 你在想什么 是否在思考 关于生活 生活总是一道哲学体 尝到了依赖的幸福 却也必须面对成长的独立 那今天你就要一个人睡咯 欢迎你陪我一起睡 不可以的哟 期待出头的成功 却无理于披星待月的忙碌 看得到未来的光芒 却总是忽略跌达的漫长 生活这道题 很难 但最重要的 是你对生活的热爱 如果热爱 就去遇见生活的无限可能吧 遇见另一种陪伴 你这个大熊猫好吗 好 你睡觉的时候抱着它就不会害怕了好吗 好 好安 遇见二种寄托 遇见另一种快乐 嗯 遇见千千万万种生活 只要还能遇见 就不会停止努力 从现在开始去遇见吧 遇见新的开始 遇见新的生活 在Penepia 遇见你的熊猫